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开高走平然后又下跌 然后最后又以下跌作收 至少有几次就是道琼斯和纳什达克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待会我们要来来探一探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是Earning开始正要风华正貌 爆的很多的时候 在今天的美股一开盘的时候 是一番绿色的气象都是上涨的 结果过了没有多久呢 这个股市就慢慢慢慢的下跌了 看看截至收盘呢 道琼斯还是上涨 但是比开盘呢 已经是三温暖了两次 道指是上涨了171.14 爆24,575.62 标普500指数上涨5.8 爆2638.7 纳指小涨了5.41 爆7025.77 好的事情呢 就是纳什达克今天还是收盘收在7000点之上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说 哇这个7000点怎么好像一个魔咒一样 每次碰到右下来 好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在早盘一度道琼斯上涨了300点 但是五盘三大指数就通通转叠 然后收盘是小小的高收了一点 这个中间的缘由到底何在 黄老师 其实这个股票市场从去年的低点 涨到前天已经这个平均已经涨了15% 当然这个道琼斯是涨了13.8% 然后纳什达克涨了17% 好像是纳什达克涨了17% 这平均起来的话 就是涨了15% 这个整体市场 涨了比较多 所以 也这个道琼斯指数也是非常 前天来说是非常接近 这个200天均线的水平 当天的高点 只不过是距离200天均线200多点 就是大概半天的功夫就可以到 的那个地步 所以很多人觉得可能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道琼斯的200天均线 比较难过 所以 昨天就是趁着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就是说 取消这个 美国那方面取消了 最近几天 中国要求的那些会议 所以利用那个理由 抛售这个股票 可是技术分析还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因为近期 它突破了50天均线 这个道琼斯50天均线 现在是24274点 昨天去到那个地方反弹 今天去到那个地方也反弹 反弹 今天反弹 从那个50天均线反弹 所以可以说 因为 上个礼拜 这个道琼斯 和其他的指数 都突破了这个50天均线 我们技术分析的人都非常看重 这个50天均线和200天均线 现在这个道琼斯是 是接乎 接乎 接乎 50天均线和200天均线 之间 那么现在的情况 技术上 很想守住 这个50天均线的水平 哇 它们已经涨了上来三天了 往往涨了上来三天 能够站稳的话 这件不错的事情 是好事情 当然 可能 可能会开始再冲 所以 尽管今天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 IBM Portum Gamble 和United Technology 他们的报告都好 他们也大涨 他们都是在 道琼斯里面的成分股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 把股市拉高 曾经一度涨了 297点 然后后来 又跌到差不多 下跌 后来变了下跌几十点 对 然后 然后收市又上来 所以 现在的股票市场 当然会受 这个中美谈判的 进度的影响 进度 还有中间所产生的 好坏消息来影响 财报的影响 然后经济的 现在大家觉得 会放缓的这种影响 影响 这几天 这几天的市场的表现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 明天可能就是市场上去的一个机会 因为今天下午 Lenry Shirt Sylent Texas新手们 他们 他们的报告都 都还不错 所以后市他们也涨了 所以这些都是半导体嘛 是 因为中美贸易 贸易战来说 对于这些 科技股的打击是最大的 那么 现在他们这三支股票 参加公司报出来的财报 都是好过估计的话 那么对 最后期来说 是一种 鼓舞 所以 然后技术上 市场又能够维持在 50分均盛三天 第三天 所以这些技术上 和基本面上 有可能 可以推高明天的股市 嗯 OK 所以您是这样子的看法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技术图表 我们来深入来研究一下 不管说这个 朝时代进步到 什么样的境界 但是你看技术图表 还是必须要守住 这个已经好几十年 延续下来 惯用的一些 什么unbalanced volume 然后几百天的均线 几十天的均线 或者是RSI 还有Bollinger Band 这些还是要看的 这些还是大家 呃 所公认 所接受 并不可能被推翻的 只是有的情况 要偏重于某一些indicator 有一些情况 是要偏重另外一组的 基本面了 或者是其他的indicator 其实你从技术图表的 来看看标普500 在两天前达到那个高点 现在慢慢有一点调回来 但是还是能够守得住 50天的均线 已经是不错的一个现象了 所以明天看这个业绩报告 还有看美国的股市 才能断定下一步要怎么走 黄老师 那至于今天IBM 还有宝洁 还有Texas Instrument 这三只股票的提升 的确是有提升到琼斯 大概equivalent to 170点 所以明天有哪一些重要的公司 要报业绩呢 黄老师 明天下午是intel 哦 重要 所以intel是很重要了 因为今天 Lemme Shares 赛斯新手们已经报过 是好过估计 然后intel 假如也能报出好的报告的话 相信会帮助 推动这个半导体内部 上去 所以明天下午 是蛮重要的 当然下个礼拜 所有的 像Amazon啊 Microsoft啊 Facebook啊 嗯 那些公司都要出报告 Fan的股票就比较多了 Fan的股票比较多 嗯 所以下个礼拜也是很重要 大家一定非常关注 您刚才提到的Amazon Microsoft Facebook 因为有一些都破线得很厉害 并且破得蛮久了 现在又要慢慢的爬升到 某一种阻力 才能表示 他们已经拨云见日了 OK 其实 保洁公司今天是收高了4.9% 这种老牌经济的公司呢 这个公司最新披露的财报的核心数据 都是超过市场预期 那这个老型的经济 就是old economy的公司 股票收高超过5% 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那刚才提到了IBM 大涨了8.4% 这个也是很厉害 这个是跌升的反弹吗 或者是Texas Instrument 收高了5.4% 这个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种老公司 还会一下降不得这么高呢 IBM IBM他们认为这一两年 但他们的表现都不好 就是12月那个时候 跌到了很低点 所以之后他们慢慢的回来 他们的好处就是 IBM的好处就是跌了很多了 跌了很多 到其他的当然他的价位低了 他的PE ratio也低了 然后另外 现在他的分红的红利的百分比也高了 哦 他现在的红利是股息是4.73 很高耶 这个比CD money market都高很多耶 当然了 但是高很多 同时他的股票最近也涨得厉害 嗯 然后他说过去 过去的几个季度 都是往下滑的这个earning 可是就是这一次变好 所以可能大家觉得他是开始转好 所以在今天涨得蛮多的 并且已经突破了 他的125那个主力 现在已经来到133块附近 所以他看来还是要涨 看来还是要继续涨下去 OK 其实归根就底啊 除了任何任何的利多利空的原因 就是看这个公司 他的盈余现在的盈余 还有未来的outlook 就是他的盈利的展望 所以这三只股票 我们今天谈论的都上涨这么多 一定是对未来的期望值也很高 现在有没有一个统计的数字 是说未来的标普500的 这个价位来除以现在的标普500的指数 就是Future earning现在是不是只有14左右 这个算是lower than the fair market的value吧 是啊 长期来说就是15 其实15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最近就是这么多人买进去这个市场 就是这个关系 因为很多的基金啊 他们都是啊 很多都是价值投资投资的 value investor 所以他们看到 他们一个value就是看pe ratio 那pe ratio低的 或者是跌的差不多的话 他们都啊都很转积进场 嗯嗯 OK 但是这个礼拜呢 礼拜初就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就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礼拜一虽然美国是放假 但是这个IMF的总部是不放假的 他们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个也造成对于美国投资股票的热爱者呢 有一点让大家有一点当头鹤棒 就觉得哇 这个会不会什么情况又不好 然后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美国的引渡等等的 还有美国的部分政府已经关门进入第33天了 很多人在预测今年报税等退税的人都得多等几天了 因为国税局说不定也有人不上班了 所以这些消息实在是压的人 就看到股市从地点已经上升10%到15%之间 已经算是很好的表现了哈 当然是很好的表现了 一个月涨了15%是很多的 蛮厉害的 是非常超买的 当然大家也觉得就是经历了20%的猛跌之后 然后大幅反弹也是也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现在当各大技术都依然还是在200天均线以下的话 他们假如不能往上收复这个200天均线的话 依然这个整体的市场还是还是看跌的长期一点的市场 所以因为IMF调低了全球的经济和增长 增长的期望值对 然后中国又是去年的GDP是6.6% 是28年来最差 欧洲它各国这个大国的英德法 这几个大国它们的成长率只不过是1.5% 都是都是蛮低的成长率其实GDP 所以当然经济放缓已经是来到了 那么其实我们距离这个这个历史的高点的股市来说 也只不过是10%嗯 就到了这个高点 所以还是还是觉得有一点高 这个市场 哦 OK 好那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创了历史的记录 比如说部分政府机关关门第33天 还有英国公投 说不定还酝酿第二次的公投 这个都是怪事啊 非常奇怪 unusual的事情 都可能也会在不久的未来会发生 那现在美国的很多分析师都说 美国政府的重新reopen 可能会在两个礼拜之内就会 结束了这个关闭office的情况 那么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之后呢 要看一看黄老师目前是在做什么事情 还有我们要提出几支个股 个股来请黄老师分析好吗 黄老师好 请稍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世界钢琴之王施坦威是朗朗 王宇佳 李云迪的选择与挚爱 由施坦威原厂官方主办 与万区华人同胞 共庆中国新年特价销售活动 将于1月26号周六 在Downtown Los Altos 施坦威原厂展示厅举行 有音乐表演买就送红包礼物 请致电650-559-7888 650-559-7888 月月看琴是施坦威的传统 及VIP服务品质的保证 KTSF26台皆娱乐漫谈主持人周乐 祝您寻找2019年投资理财新方向 3月9日周六 于Sinicara Convention Center 联合主办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 2019 KTSF财经嘉年华牛市生死之谜 邀请七位重量级各行业态斗演讲 王若梅会计师精粹平息税务及审计 美国范语集团创始人菲律普 把握避税方向盘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妮娜王 讨论健康与财富 GMCC万东贷款三位创始人 探讨贷款业的机遇与挑战 中文投资网CEO Warren Wang 启发股市投资新思维 拥有多项国际大奖与望梅 强调长照福利申请的重要性 严继林博士38年经年股市投资 解惑牛市生死之谜 总顶盛3月9号盛大举行免费入场 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转102 上网KDSF.com 王若梅Rosemary Wang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与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 设立及报税 可签和401K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B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4089981688 9981688 王若梅Rosemary Wang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新翼旅行社Mar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Mar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机场接送新翼旅行社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关注第一酸辣粉 酸爽一碗 最正宗的重庆酸辣粉 精选十多种香料 按比例调制成红油 足时熬制大骨汤 汤白如乳 健康红薯粉 粗细好入味 如果您不吃辣 还有原味酸辣粉可选哦 配上清香酥脆的军臀锅盔 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酸爽一碗 七天营业地址662Barber Lane New Peters 定餐电话408-571-0888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达政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黄建雄老师您好 大家好 请问最近啊 就是您说一月份股票普遍上涨几乎15% 那您这一个月以来都在做些什么trading 或者是什么investment 通常说都是比较短期的操作 所以看到市场涨的时候就买涨 最近看到市场超买的话我就做跌 就是主要做市场 就是指数啊大市的ETF的上下都做 上下都做 就是您的预感看 您比较看短期的是不是 我主要是看短期 短期就不一定是局限在一天啦 那但是多半我认为您在Friday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仓平掉 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就要看它收市的情况吧 嗯 都是都是几天的动作 嗯 所以我猜测到目前为止 您大部分的现款都是流动资金 就是进出比较快一点 对 OK 是 好 好我们来提出几只股票 我们来做一些研究 比如说先看一下Facebook 在Fain的股票里面 Facebook自从在去年7月大跳空下跌以后 就没什么好过 那今天再度下跌了2.22% 现在收盘价格是144.3% 这个距离它的高点超过210块 是相差的蛮多的 来评论一下 Facebook最近好了很多 它就从下跌到120 20多块之后 然后 已经现在最近已经涨到150 150这里遇到一些主力之后 开始 这两天回来一点 它的140是它的50天均线的机身 所以跌到140应该是可以再反弹 它的好处就是在125块附近 两次见底 并且现在已经过了50天均线 所以它的中短期的趋势看涨 然后主力是150 过了150就很好 可能很快到160 哦 所以它是还蛮看涨的 那您说160块左右的话 那个是前期的高点的一个阻力吗 对 是前期高点的一个阻力 160 是 它的重要的167 那个地方就是它的200天均线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 然后这些几大几数 都还没过200天均线 所以200天均线还是 还是下一波 这个市场的主力 也是 这些股票的主力 好 那下面一个股票是在黄老师 每一天所写的blogger里面 也有提到的短期炒股的候选股 那这个呢是 这个代号是Vips Vip for Peter Vips 今天涨的几乎10% 说盘的价格是7块08 它这个是造成的一个完整的 Rounded Button 是不是 对啊 圆形底 圆形底 这个很漂亮 他同时 他在 这个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在一个交易区里面 载肤交易 五块到六块之间 对一直酝酿 一直酝酿 一直累积 两个多月之后 始终突破了 突破了六块 那么很快就 现在已经到了七块 七块它也过了 所以下一个 它可能去到八块半 那边 才有一个 一个主力 然后所以它整体 造成一个 圆形底 我看到它的另外一些好处 就是 它的 price to sell 就是 它现在目前的价钱 对于每一股的 銀 的销售 是0.37 就是说 很低 price to sell 这个 比率 很低的话 就是一个 一个好事 就是一个 一种价值 然后它的 pE ratio 的话 明年的pE ratio 是11左右 也是蛮低的 可是 黄老师我有个问题 它 真正上涨 它是从 五块 四毛五 开始一直涨 到今天的 7.08 所以 它从 一月 开始 一直到现在 它的成长 是百分之三十啊 大盘只有上涨 百分之十五 这会不会有点超买呢 当然 这个超买不是一件大的问题 就是停 停一两天 这个超买就 就过去了 所以 最主要就是 它能不能够 维持这个上涨的趋势 哦 看来 它因为 星期五 调整过 一天下来 那么今天又上去 当然 原因就是 它 有人 提升 它的评级 今天 调高它的评级 它的趁这个机会 过了七块钱 这个主力 过七块钱的主力的话 那 相信就 下一个 就是 八块 两毛 左右 再下一个 就是 九块 左右 所以整体也是一个 看涨的原型底 所以 这些股票 看涨 好的 下面一个是 PZZA 它的全名是 Papa Jones International 像这种餐饮业的 一天上涨 7.66% 难道是 今天报业机吗 我并没有查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 44块8毛2 短期怎么看呢 短期看好 因为它是 被人收购 有可能被人收购的 一家公司 它可能是被前任的总裁 配合其他的财团 来收购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技术上也是 可以 因为它是 在 38块附近 是 双底 嗯 然后 最近 涨了上去 从38 附近 涨到44 然后又下来 42 今天一天 又破了44 的话 它跟着 有 今天的载头量也大 所以有动力继续的上去 嗯 可是这个 这些股票啊 有时候很难搞 所以我说 是短期的交易的 对 几天的事情 嗯 几天都没有 没有后果的话 没有结果的话 明白 就要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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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是 收购这回事 不知道等什么 等多长时间 下面一个股票啊 它是一个 grocery store 但是呢 我就看到 它这个图表 它已经是 它在2018年 也没掉下来 2017年上涨 2016年涨的最多 现在的价格呢 是2015年的7月份的价格 它是什么呢 它是CBD CBD这个grocery store 如果在12月底一直到现在啊 就从19块一直冲到现在的24块7毛1 逆市上涨这么多 今天一天上涨79% 那这个 这种股票 你是怎么对待它 我通常说都是 因为几天的 或者专门是做几天的 动力的股票 呃 所以 呃 我不怕它高 嗯 就是怕它跟着不愧涨 嗯 所以 呃 以今天这个图形来说 你看它从 呃 19块多 涨到20 24块多 然后退下来了一个星期 然后今天又发力上涨 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 所谓的 上涨的继续的形态 哦继续上涨型 就是会有另外一波的上涨 哇 今天的图形来看 所以这个是纯技术来看 好 就是它有下一波 呃 上涨 刚刚开始 哇 好 我们今天由黄老师跟大家所提供 主动提供出来的这些代号 像VIP S PZZA CBD 还有FB 这些都不是向您推荐的股票 而是图形特别要讲出来它后面的原因 它为什么会走的这个势头 包括了经济面 基本面也包括了技术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采取这种自己再另加研究才要谨慎入市的观点 因为投资结果我们并不负责 好的 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又超时了 但是非常感谢黄老师能够spend time 来讲解的这么清楚 在这个非常动荡的局面 并且呢多头还有空头都搞不清楚 谁打赢另外一方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但是非常精彩 黄老师感谢你 好 谢谢 谢谢你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节目结束 进一段广告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世界钢琴之王施坦威 是朗朗王宇佳李云迪的选择与至爱 由施坦威原厂官方主办 与湾区华人同胞共庆中国新年 特价销售活动将于1月26号周六 在Downtown Los Altos 施坦威原厂展示厅举行 有音乐表演 买就送红包礼物 请致电650-5597-888 650-5597-888 月月看琴是施坦威的传统 及VIP服务品质的保证 一加一双重保障利息又涨了 开户红利7% 让您本金10万马上变成10万07千 保证每年7.5%的增长利率 10年不变 保证终身收入 最特别的是长期护理收入 如果您出现长期护理状况 可以马上领取双倍income 比如终身年收入1万 护理年金马上拿2万 详情请咨询Sabrina Chen 电话415-602-0347 415-602-0347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W2家庭三层免税财务规划 保证无下跌 倒算指数法 保底2.5 锁定三大确定性 主抵财富新年 本周六省税免税风险控制财税讲座 由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CFP 20年经验活税局注册税务师 百万元桌顶级会员 一望瑶主奖 欢迎报名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昌星珠宝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珍珠迎刃光泽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蕭邦 宝姬 宝博 宝格丽等 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 C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短售屋法拍屋讲座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超级优质天然保健品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优选 汉麻油抗炎症 减压力助睡眠缓疼痛 强化记忆力科罗拉多州有机农场生产制作 百分百纯天然有机汉麻油 现黄金款汉麻油买二送一买五送三 一天一滴健康有奇迹 美国汉浦生命科技公司隆重推出 快来拨打热线888-789-1670 888-789-1670 各位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范园集团 负责商用保险的经理Tami 谭小姐 谭小姐 非常欢迎您 是Tami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这个谈到商用保险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我做生意吗 当然是要购买这个商用保险 但实际上这个商用保险当中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是 其实它的种类很多 那像谈到这个商用保险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听到说 有关于这个P&C这样的一个商用保险 能不能请你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范语集团的Tami 那商用保险 一般来讲我们P&C是代表 Property and Casualty Property是指产物物业遭受到损坏 或者是他人的损坏 然后再来呢 因我们不是疏忽的情况下 造成他人的产物 或者他人受伤了 那就是产物 那个责任险这边赔 是 像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到这个商场去买东西 或者是可能是在遛狗的时候 也许可能到一些这个商用的地段 不小心受伤了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P&C 这样的一个保险可以用到的地方 是的 那么其实谈到这个P&C的保险呢 我想请教您 和我们通常听到的这个人受保险 或者说是像这个健康保险 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OK 当我们生病时 我们就是会用到那个医疗保险来看医生 那人受保险是把我们 假设说打比方我去世了 那假设说我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之一 那这个人受保险 就会赔偿我家人的这个 因为我不带了 不能再带这个income回家了 就赔偿这方面的损失 那现在的人受保险也很广化了 那也可以把它做成交易基金啊 退休啊各方面的 甚至long-term care也可以 一起把它放在人受保险里边 那P&C这方面呢 就保以外的 打比方今天我们像主持人您所说的 我们走进一个超市 那超市里打比方您是超市的building owner 那打比方我是租客 我是租下您的这个一万尺的单位 来经营超市 店家 我是店家 那打比方今天我有个客人 走到超市的门口摔跤受伤 或者在超市里边 因为地上有一滩水摔跤受伤的话 那对方的律师有可能就会告 building owner就是您 还有我商家 那店主 那我们的保险 就会各自聘请律师来为我们辩护 看看这是谁的责任 谁的疏忽 而引起他受伤 那在一些例子 打比方他走进超市 他往高处拿一罐罐头 那因为罐头摆得太高 然后呢他摔跤 然后罐头也打到自己受伤了 他也可以告我们 是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需要小心的 是的 然后还把东西买回家了 吃了 拔肚子 对啊 他肚子不舒服了 或者吃到有什么问题 好 举个例子 曾经我接触过一个就是 对方打开一个越南进口的花生 发现里面有颗牙齿 他就请律师告了 是 那这种情况呢 就变成说 从商家 然后呢商家这个这个罐头 是从哪里进口的这个花生 那打比方我是店主 超市店主 我这个是从批发商进货的 然后呢批发商是从 importer 进口商进货的 那这个数据就一连串的 告上去了 那就看看谁是生产这个花生的 来配 那假设说都是进口 从外国进口进来的呢 进口商的保险会是承担最大的风险 那在责任险这方面 保这个产品责任险这方面 进口上的保费也是相当比较贵的 嗯 是是其实听到这里的话 我想可能我们很多这个店家 心里面要担心了 嗯 但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很多这个 新移民的朋友来美国 也许他们可能在开店的时候 觉得说哎 为什么在美国我们要买这个商用保险 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能不能请谭小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最主要呢 在美国请律师是不用钱 哈哈哈哈 告赢再说 是 律师分三分之一 嗯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到麦当劳 只要你去麦当劳 买咖啡 是 我们都会看到他的杯子有写 小心碰到 对 其实主要来自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 嗯 她因为买了个咖啡喝 然后呢烫伤了喉咙 是 然后呢当时的律师出的一个诉讼的信是一百万告 因为那当时律师说他们应该要那个杯要提醒大家 好 呃那个水有多烫 嗯 让大家要注意要小心 也是因为这样子疏忽 就就这个商家的疏忽就就呃 要赔偿这个老人家的损失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麦当劳都会看到那个杯会写会写着小心烫 是 小心烫或者是小心地滑各种这样不同的这个标志都会出来了 是的 嗯 是 其实谈到这里呢我想到说其实作为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朋友 可能大家很多一部分的这个华人朋友是这个 这个拥有房地产的哦 嗯 那么对于这个拥有房地产的这些朋友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 呃房地产的话那个我会建议他们应该要买umbrella policy 预算险跟呃看我们的房子是自住还是出租 假设是自住的话呢呃我们就有一个homeowner insurance保险就好了 那假设是出租的话呢那当然那个房东要买一个landlord insurance就是房东的保险 嗯嗯 那房东也应该要求房客哦 tenant也要有个保险 打比方今天我是向您租一个房子嗯 嗯嗯嗯那假设说我放花盆在那个阳台那里挂着 那假设有一天这个花盆掉下去找到人了 打比方我没买保险的话没有责任险的话那我房东的责任险 有可能就要去承担嗯嗯也打个比方像刚才您所说的 我假设养只狗狗我狗狗跑出去咬伤了邻居的孩子 那高起来假设我tenant啊没有买保险的话 房东的保险有可能就要出来自付嗯那以后房东的保险就会贵三到五年了 嗯是是其实听到了这里的时候我想呃提问您的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现在已经买了一份保险了 那为什么保险以外还要再买一份这个雨伞险呢 这个可能也是您听到不少华人朋友可能经常会询问到您的是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雨伞险还是这么重要呢 雨伞险其实它就像一个后备保险嗯它是后备房子跟车子 等于说它遮盖的房子跟车子的责任 假设说呃今天我们孩子或者自己开车不小心把人撞伤了嗯 那自己的保单的责任险那个项目赔赔满了不够赔 嗯那雨伞险它是做后备它可以出来赔 这雨伞险最低可以保到一百万那最高可以保到一千万嗯 那再来就是房子假设说呃我有好几栋房子三到四栋一栋自住 有可能三栋出租那假设说因为出租的房子假设说我们在冬岸来讲有下雪天有秋天落叶那落叶遇到水叶子就很滑了那行人就容易滑倒呃冬天假设说那个我们租业上也要列明谁的责任去残血嗯假设说没有残血或者残不干净有人摔跤受伤到起来那屋主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嗯 嗯所以我们一般去计算哦那个umbrella insurance要买多少通常我们会算一算客人的房产哦那加起来多少钱然后呢就是市面加值多少钱嗯嗯然后呢我们也还会问问客人说他的退休基金啊他银行存款呢有时候客人会觉得为什么问我这么私人的东西我不太想讲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把umbrella保得足一点嗯不要说万一赔完不够赔对家的律师还可以继续往这个客人的那个市人财产去追溯所以umbrella的话就是会以这些加起来然后要买多少嗯是是今天非常感谢谭小姐跟我分享了很多好的资讯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即San Jose Office Y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全美也有11家分公司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TransPacific受险于年金的专家 KTSF26台兼娱乐曼谈主持人周乐联合主办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 2019 KTSF财经嘉年华牛市生死之谜3月9号周六于San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盛大举行邀请七位重量级各行业态斗权威解读关乎你我的财经话题3月9号周六San Clara Convention Center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转102或上网ktsf.com 美国股市著名专家刘文九教授准确预警2018年两次股市大跌大数据监控华尔街动向人工智能判断主力机构异象及时分析美国股市大走势精准预测个股 2月9号周六下午2点在San Clara Convention Center为湾区华人投资朋友举办一场免费投资讲座 作为有限欢迎报名email jerrywlio at 126.com 微信option ping OPTIONPAIN 世界钢琴之王施坦威是朗朗王宇佳李云迪的选择与挚爱由施坦威原厂官方主办与万区华人同胞共庆中国新年特价销售活动将于1月26号周六在Downtown Los Altos施坦威原厂展示厅举行 有音乐表演买就送红包礼物请致电650-5597-888650-5597-888月月看琴是施坦威的传统及VIP服务品质的保证 GMCC万通贷款Direct Lender专金大额贷款EAD H1信用不满两年都可以做大额贷款首付只需10%9家分公司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an.com查询利率GMCC承证贷款经济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650-996-1982-996-1982 D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agle LenderBRE Number 050-9029NMLS Number 254895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W2家庭三层免税财务规划保证无下跌倒算指数法保底2.5 锁定三大确定性 主底财富新年 本周六省税免税风险控制财税奖座 由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CFP 20年经验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百万元桌顶级会员一望瑶主奖 欢迎报名88835-0698 88835-0698masterlifefinancial.com KTSF26台接娱乐曼谈主持人周乐 助您寻找2019年投资理财新方向 3月9日周六于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联合主办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 2019 KTSF财经嘉年华牛市生死之谜 邀请七位重量级各行业态斗演讲 王若梅会计师精粹平息税务及审计 美国范语集团创始人菲律普法卧币税方向谈 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妮娜王 讨论健康与财富 GMCC万东贷款三位创始人 探讨贷款业的机遇与挑战 中文投资网CEO汪尔王 启发股市投资新思维 拥有多项国际大奖以望美 强调长照福利申请的重要性 严介林博士38年今年股市投资 解惑牛市生死之谜 阵容鼎盛 3月9号盛大举行免费入场 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转102 后上网KTSF.com 脸上有暗窗 青春痘凹凸痛怎么办 凭着信心走入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让您把烦恼留下美丽带回家 Bofor Day Spa皮肤烦恼的终结者 完美肌肤的剔造者 20年丰富的经验是您不二的选择 县证特价优惠中 第一次体验只需68元 Bofor Day Spa地址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订阅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Trans 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先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范玉集团负责商用保险的经理 Tenny Chen 陈小姐 陈小姐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好的 其实谈到这个商用保险 我们知道说 它的这个种类其实还是蛮多的 是不是 是 打比方假设您开一个店好了 打比方一个餐馆 那我会建议客人 就是需要买一个火险 责任险 这个可以package在一个保单里买 然后再来呢 员工 万一员工受伤 我们就用劳工险赔 然后呢 假设说有送外卖 有公司车 我们还会买个商业车保险 那对于一些像会计师楼 专业人士 保险经济的office 或者是architect 那个工程师 画那个画图 画蓝图的工程师 我们会建议他们多保一个叫 那个ENO ERROR MISSION 保险 就是他们的professional Legability也会保在内 嗯 也就是像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险 是的 是 如果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客户的话 我问您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开一个公司的话 您会建议我买什么样的这个商用保险呢 就是那个活险啊 责任险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假设你有员工 假设没有老板 没有员工 只有老板的话呢 就不需要买劳工险了 那假设有员工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买劳工险 出1099 我们也要很小心注意到 因为劳工局 它是这么规定的 假设员工知道自己的工作 纲位也有一个固定的上班时间 就算老板给他出1099 也要给他买劳工险 1099也是需要的 假设他是freelance 他没有 他不知道自己的上班时间的 就等于说 需要他就叫他来 或者说就是他没有固定上班时间 因为他的劳工局的定义是这样子 他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有固定的工作岗位 也有固定的工作 他就属于是员工 就算出1099也要给他买个劳工险 因为他 劳工局是这样子规定 员工受伤谁的保险来赔 他不希望是医疗保险赔 就应该是老板的那个劳工险赔 然后再来 员工他受伤 他只需要到墙上去抄下 那因为老板买了保险之后 一定要有一个叫做posting notice 要里面有那个保单的保单号码 生效日期 还有保险公司的名字 那员工只需要去抄下这些资料 就可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了 那受伤的员工们 只要跟医院 或者跟诊所的医生说明 是自己是因公受伤进来的 那医院就不能收他那个费用 所有的费用都要向劳工保险 去要求支付 是如果说我今天作为雇主的话 我有一个侥幸的心理 我没有去买这个劳工保险 可能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会被罚款 甚至会坐牢一年 坐牢一年这样严重 是是 那除此之外 我想说如果谈到像我们很多 这个华人朋友近年来 大家可能都是很希望购买自己的房屋 或者说是自住也好 或者是租出去也好 然后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翻新 我把旧的房子翻新成新的房子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涉及到 这个商人保险呢 最近也很多朋友啊 客人都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买旧房子 打掉重盖 那我会建议 因为它是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要买 vacant building 控屋的责任限 因为房子控在那边 没有人居住 那屋主来讲 我们是需要去申请蓝图啊 然后有拿permit去打掉这个房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房子是雕空在那边的 万一有人摔跤受伤 或者说有homeless 或者说有小孩子跑到里面去摔跤受伤 他也可以告屋主啊 所以呢 至少要给他买一个责任限 直到打比方三个月后 我们找了个公司来拆这个房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买不到保险的 就只好要求demolition的那个公司 专门做拆房子的那家公司的责任限 家保屋主 家保这个工地 在他们的责任限里边 也要make sure他们的那个保险 有包劳工险跟责任险 还有他们的那个商业车保险 因为他们的员工到我们的家来 那个开工 假设说他的员工受伤了 那也可以告我们 假设说老板有给他们买劳工险 那就老板的劳工选去支付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拆了 已经变成平地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买个 vacant land general liability 就是一个责任险 可是呢是保这个空地 然后直到说蓝图披下来了 working permit也披下来了 可以开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买个 ground up的一个 liability保险 跟builder risk liability是保当有人摔跤受伤 可是呢他是在晚上或周末 那个contractor已经下班了 那伤者是在contractor下班之后才受伤的 那很有可能他的律师就会直接告屋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屋主就要有这个保险处来赔 那再来builder risk就是说 当他一直在盖这个房子 等他盖得差不多好了 万一说90% 百分之九成盖好了有什么意外 烧了那怎么办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去买这个材料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水喉也拉了 然后有可能电也拉了 可是电拉了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 就走电湿电就把房子烧了 尤其是我们加州经常也会有山火 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发生的 是啊 那这个时候builder risk builder risk他是保这一个property 万一说他一直在盖 代表他九成盖好了 烧了 那保险公司他就赔出来这个钱 去买这个材料 所以我们有这个钱去买材料 让那个contractor再来盖 然后呢盖好之后就是第五个阶段了 假设说我要资助的话 我就这个时候就可以买这个homeowner insurance 假设说我想说拿来出租 我就要买一个landlord保险 那再来就是contractor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客人问我 我的建筑师已经有保险了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买了 很多时候那个建筑公司也会跟客人们说 我有保险你不用买了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 律师会从什么途径去告 用什么理由来去告我们 我们也控制不了 伤者会在什么时间 走进去我们的property 然后受伤 假设说在他施工期间 上班期间受伤的话 yes他的保险会保 假设说是在weekend或者在下班之后 那很有可能就不会保 然后也要看对方的律师 假设对方律师不是告他 直接告我们 那他的保险是不用理会的 所以呢 安全为主 我们屋主还是要有保险的 是是其实无论如何 有一份保险其实就是多一份安心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说 保险其实都是浪费掉的 但实际上如果真有事情发生的话 其实保险还是最好的一个措施 是的 我们美国美国有一个美国人有个习惯 就是说会信赖跟依赖保险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我以前我记得还没来美国之前 然后呢看新闻 美国人当房子在烧的时候呢 烧得七七八八 就是大火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新闻上看到 嗯为什么美国的救火源 不再去抢救 而且呢 屋主还会去照相 隔壁邻居也来照相 那个房子在烧啊 大家都在照相 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唐小姐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资讯呢 谢谢 再见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天堂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